上个视频,我们帮助Yodiko找到了修复Horokin冷却塔的材料,紫箭石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完成系列人物,索拉里斯之声 接往斯斯比的商店,与Yodiko进行对话 Yodiko终于意识到,一味的讨好耐火 并不能改变索拉里斯人的悲惨机遇 此时,有大批的Colpes敌人举在图尔图纳的大门前 Yodiko询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们保卫富尔图纳 作为正义化身的Haria,当然义不容辞的一口答应了下来 乘坐电梯进入奥布山谷 此时,大门前举起了大批的Colpes敌人 福特的一技能在此地清怪非常好用 但黄色热物体影爆开始炸弹以后 Yodiko要我们帮忙保卫大门 但此时,敌人其实并不能对大门走出伤害 我们只要等到热物结束即可 你可以选择在地面上与Colpes敌人进行战斗 也可以像Aria这样跑到福尔图纳的屋顶上进行躲避 直到任务时间结束 此时,Yodiko恢复了她索拉里斯居生的身份 宣复索拉里斯联盟回归 并且教求Neph停止回收 Neph拒绝了Yodiko的请求 还派出了预认者圆珠 准备对索拉里斯联盟进行镇压 Yodiko认为追求利益的Neph 并不会使用圆珠来摧毁图尔图纳 而此时的我们对圆珠也是束手不测 于是Yodiko要求我们撤退 进入电梯后 任务完成 回到福尔图纳以后 与大门前的Yodiko进行对话 Yodiko告诉我们 Neph派出利润收费的圆珠 是为了阻止索拉里斯联盟 去干涉他 向投资者展示Horriki门却塔 他请求我们截去奥布山谷 打乱Neph的计划 穿坐电梯进入奥布山谷 Yodiko在大门前 为我们准备了一具开始悬浮板 穿坐开始悬浮板 我们可以快速的绕过利刃的收割者圆珠 前往Neph的展示会 抵达冷却塔后 我们要入侵控制面板 来重新启动冷却塔 并帮助Yodiko入侵 然后我们要在Yodiko入侵冷却塔 让他过热时保护冷却塔 让他不被来袭的敌人击毁 新版本的冷却塔 护盾和生命值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已经不要像以前的版本那样 担心他被敌人击毁 我们只要关心 消灭来犯的敌人即可 使用福特的1技能可以快速的清明小怪 敌人消灭后被掉落能量球 能量不足时还可以使用精湛武器的震撃攻击 来快速消灭敌人 在他过热达到百分率94时 内服终于妥协了 Ratical让我们使用紫线石修复冷却塔 并返回弗尔图纳 安全进入电梯后 任务完成 至此系列任务索拉里斯之声全部完成了